玩孙战香不要再出暗影战斧了 待会儿看一下这一套是破军的伤害 非常的爆炸 虽然说热门装备里面还是有暗影战斧 但是你们稍微往下拖一拖看一眼国服 他们要么是舍弃了吸血 要么就是把暗影战斧换成了破军 热门装备那一套已经不吃香了 因为你知道热门装备那么粗 你感觉很强 可是香香的胜率是垫底的 一个曾经飞班必选的射手 现在的胜率已经垫底了 这时候装备和名文也该变一变了 这一把上路兑现马可 像马可这一种兑现很弱的英雄 咱们就稍微主动一点先倒到血量 等把他磨得差不多了以后 像这一波他只剩了一丝血 但这里咱们先进防御塔 进了防御塔以后先不急 一技能靠近目标但不要A 先骗他一波走位和晕眩 等他技能一交 反射一普攻 送这位兄弟上路 刚才这一波你要是召集A了 马可一走位再一控 你不就被反射了吗 不出暗影战斧在前期 你的伤害确实会不够稳定 出了暴击的时候伤害高 但平时没破甲伤害很低 所以前期是顺还是逆 完全看运气 你要是运气好 刀刀暴击了 那没有任何意外 你绝对是顺风 但要是没暴击的话 那么在破甲出来以前 你很难顺得起来 只有出了破甲有的穿透 并且搭配上中式无尽 再加上你的暴戏名文 将你的暴击概率稳定在70%以后 才会迎来属于这一套装备的强势期 并且强势期会持续到你游戏结束 像这里中路爆发了一波遭遇战 收掉马克以后破甲一出 那么大好注意看这个伤害的变化 一个是破甲率更高 伤害更高 第二个是暴击高了 刀刀暴击了 这一个三杀也是轻松到手 你直接做暴击三件套 中式无尽加破甲 前期强不强看运气 但你的强势期来着飞快 而你先做暗影战斧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V字形 前期强中期弱后期强 这个V字形它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把你路人局打团 刚好在中期你最弱的时候 你要是能在前期的强势期 建立一定优势还好说 这样中期你过渡得很快 做时期很短也不是很难受 就怕你前期建立不了优势 到了中期的时候对有疯狂结团 那你真的是心有余啊力不足 一个射手你的作用小了 那么你这一把的胜率不就低了吗 那么再反观咱们舍弃暗影战斧 前期你要是顺风 那么以那个暴击伤害暴击率 这不用说肯定一路顺到底 除非是你自身玩的浪 不然对手几乎是没有翻盘的机会 而万一前期运气不好 逆风了 没有暗影战斧托你的节奏 你会更快的进入强势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很多新手根本就不懂啊 就是当你逆风了 对面出了反甲兵性以后 你的暗影战斧并不能破甲 暗影战斧只能打脆皮 打坦克一定要破晓 新手不懂这个 逆风还去逼暗影战斧 这伤害可不就刮杀了吗 这胜率可不就低了吗 装备是攻速鞋 无尽忠师破晓 气血破军 明文是夺翠 阴眼三无双气火源 感谢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